大家好,我是九哥 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九哥有声小说 收听由九哥播讲的中国民间故事 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黄鼠狼讨风的故事 可能讨风这件事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已经很少了 可在老一辈人那里 这可不是能随便开玩笑的 老一辈人都知道 这世上万物皆有灵性 万物也都皆想修行上一阶 比如说人就都想要修道成仙 而那些动物们则想要修道先成人再成仙 而在动物想要修成人身之前 会经历一个必经的劫难 就是渡劫 渡劫也就是所谓的受天雷 这是每个修仙的生物都必经的一个过程 而在渡劫中 会有八成的生灵渡劫失败 灰飞烟灭 而生灵们在渡劫之前 还要经历一个考验 而能否完成这个考验 就只凭他们遇到的那个人 是否愿意帮他们 比如说黄大仙 这一类生灵是最具智慧的了 他们通常会站在路边 假意拦住一位路人 就那样站着看着他 也不让他走 其实他这样就是在求风 人是人间的地形仙 能封他们再继续修行 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道 哎呀 我看你长得像人 就封你做人吧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离去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继续修行 去渡劫 可有些人就是偏步 非要去祸害人家 张村的张吉 就是这样一个二溜子 他娘走得早 亲爹又是个毒鬼 也没人管他 所以他从小就调皮耍无赖 哪家小孩不听他的话 就逼着人家喝脏水 骂人家 大人去找他 他也不管不顾的 就往人家身上吐口水 大人小孩看到他 都躲得远远的 也不愿意去招惹他 有这么一天 张吉一个人 嘴里叼着根结杆 大摇大摆的走在小路上 周围都静悄悄的 没什么人 突然张吉就看到前方 有个黄大仙直立在路旁 见到他也不躲 就直勾勾的看着他 这张吉也听村里老人说起过 说这黄大仙拦路 是要讨风的 张吉心生坏意 开口便道 你这是来向我讨风来了吗 只见那黄大仙竟真的点了点头 这下可把张吉乐坏了 他又说道 嘿嘿嘿 那我看你像个神仙 就封你做个九重天上的如意仙吧 说吧 这黄大仙恶狠狠的看了张吉一眼 转身离去 这张吉可是乐坏了 边笑边回家了 到家门口的时候 老邻居问他 今天是捡到钱了 还是撞到什么大运了 怎么这么开心呢 张吉就说道 嘿嘿 捡到钱倒没有 不过碰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随后张吉把遇见黄鼠狼前后发生的事情 开心的讲了出来 这老邻居顿时脸色一遍就说道 哎呀 这封生灵可不是由你随口来说的 你封他 那是很有讲究的 要看他瘦不瘦得起 你封不封得起 而封神仙则是最忌讳的了 黄大仙会因此散了修行部署 你自己呀 也会遭到火爆的 本来还有一丝担心的张吉 在近一周的时间内 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 便觉得什么讨风乱说遭报应都是屁话 自己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吗 日子就这么过着 一个月以后 张吉他爹因为欠大量赌债没有归还 被人打断了腿在家养着 而张吉除了给自己亲爹 每日三顿百米粥之外 还是依旧无所事事 没过一周 他爹的腿就被感染 半个月内就走了 张吉也伤心 安葬了父亲 这世上就剩下他一个人狗活了 一天夜里 这张吉刚刚躺下 也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 他就看到有几个白影跑到了他床前 拿着几个绳子将他吊起 张吉忙清醒过来 看到居然是几个比他矮半个头的黄大仙 拿着绳子将他吊起来 张吉吓得大喊 你快放我下来 你们这些柱上 其中一只黄大仙转头对他开口说道 你毁了我爹的修行 你也别想活命 谁给你的胆子封他为宪 书罢便将绳索套在张吉的脖子上 将其悬挂在房梁纸上 第二日 没人发现张吉不在了 一直到了第五日 张吉家传出阵阵的恶臭 才将邻居引到他家 发现了他那早已腐烂 不满蛆虫苍蝇的尸首 随后张吉的尸体 被邻居们用草席和棉被裹了一下 便草草的葬在了门前的农田里 事后村里人都以此为例 告诫年轻人 告诫小孩 说黄鼠狼黄大仙是真的有灵性的 不可随意戏弄 更不可杀害